咱们中国的自媒体人有出息了 最近一部只有三集的自媒体短剧 逃出大英博物馆 火出了圈 到底有多火呢 今天涨粉555万 获赞超过1000多万 单单抖音同名话题的播放 就是它的实力 那么也引得了央视网 新华日报等官媒纷纷点赞 要说这部小短剧 到底是有多惊为天人呢 其实不见得 说它是有多完美呢 也不见得 那么这部小短剧成功的秘诀 又是什么呢 我觉得可能正是当下 浮躁的娱乐圈最缺的东西 真诚 有些人可能到这里就要笑了 啊 公靠真诚就可以吗 相当于这个夏天 仓促不穷的古偶现偶 到处都是粗糙的剧情 浮夸的表演 以及充满逻辑bug的剧情 这部小短片的认真 真的是让人肃然起敬 这部小短片呢 其实只是起源于 一名叫做煎饼国仔的博主 在今年年初 有一位网友提议说 能不能拍一个 大英博物馆里的 中国文物拟人化复苏 逃回国家的故事 煎饼国仔看后 只留了两个字 等我之后 从此以后 他们就前后筹备了半年 因此呢 这两位up主 还停更了三个月 推掉了所有的商务合作 最后去远赴英国 创作出了这个 流失运物 逃出大英博物馆的故事 该短剧一共只有三集 加起来不到十分钟 目前短剧也只发布了两集 剧情呢 也相对简单 短片一开始 是男主在伦敦街头拍照 A锦英里呢 正在播放着一则 大英博物馆里 中国运狐失踪的消息 这时候一个穿着 绿色古装的女孩 匆忙路过撞到了男生 相机镜头也摔碎了 在两人理论 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玉虎妹妹忽然发现 男生竟然会说中文 她于是一下子 激动地跳了起来 哭着抱住了男生 在异国他乡迷路 碰到家人 就像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 后来 玉虎妹妹就一直跟着男生 期盼着这位家人 能够带她回国 后面在两人的 相处过程当中 男生慢慢真的相信了 大英博物馆 真的丢失了一只玉虎 而这只玉虎 就是现在眼前的这个女生 就在他在纠结 是不是要拨通 博物馆电话的时候 玉虎的声音 却不断地在他脑海里回响 玉虎说 黄皮肤黑眼睛的人 就是家人 家人是永远不会伤害我的 最后男主出现在门口 短片也迎来了 第二集的最后的高潮 男生终于决定 带玉虎回国 第二集呢 也在这里戛然而止 最后他们能顺利回国吗 第三集 到底又会安排 怎样的剧情呢 有人说 足够吸引人呢 为什么就是没人相信 真诚是永远的必杀季呢 无论什么时代 我觉得认真做事 认真做人 认真爱国 都会被看见 正如这个暑假的 另外一部 耗时十年的辉煌巨制 电影《风神榜》 也是一战风神 而这部短剧的 全权爱国之心 也正是一片冰心在玉虎了